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31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一些很具爭議性的話題 本身其實我也覺得MIRROR這個話題也相當具有爭議性 不過 這個又不是完全 只是要說MIRROR的問題 這一節將會做很多比較深入的討論 希望大家不要那麼快 下結論 很多時候 就是要過一段時間 你才知道到底哪一件事比較正確 過了一段時間也不是說那個答案是絕對的 可能事實 使得你覺得那一件事比較正確 這個世界 始終也沒有絕對的 有的永遠都是相對的 包括現實問題 都是 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相對 的情況 這一節要說的話 就真的夠複雜了 這個就叫做老豆是藍絲 老豆是藍絲 到底會觸發一個什麼 情況和 景象呢 這一節也想再一次探討 這個 就是 ViuTV的問題 我們在港內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 繼續經濟能力許可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繼續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法 欣賞播放 大家記得真的要用社交媒體share 因為 如果覆蓋率不夠 的而且確 免費模式會效力下降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盡量確切 要share 節目出去 當然啦 我們會盡量做好這些節目啦 希望大家 能夠share我們的節目的時候 也會容易 share出去 我們這一節說的東西真的是比較具爭議性 我們也希望大家不要太快 下一個固定的結論 正如我們昨天也跟大家討論了 我認為 這個當然我們一定會有主觀的成分 因為 判斷 judgment 就是有主觀的成分 當然我不可以說自己一定100%對 但我只是把我直覺的感覺告訴你 因為我就是想告訴你 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人們很偽善 出來跟你說要爆料 爆料不要緊 真的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為甚麼你不早點爆料呢 我不妨把結論早點說出來 先不說阿Mo 先說ViuTV 我直接把真正的答案告訴你 根本 根本就不應該看ViuTV 你問我 為甚麼要看ViuTV 為甚麼不看ViuTV 其實很簡單 其實我們昨天說的時候 有時候說如果我分黃藍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如果我分黃藍就不應該看 很簡單而已 ViuTV ViuTV背後是誰 李澤佳 李澤佳是黃絲嗎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不是 有多藍我就不知道 但是百分之一千就肯定不是黃的 這個台怎麼會黃呢 其實早前也有很多人爆過很多關於ViuTV 說ViuTV的管理層 跟黃色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他只不過 看準了這個2019年時代革命的市場 也都看準了香港人對於大台 即是CCTV的驗戶 所以就是對準著這個市場去做 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講 從商業社會的角度來講 我沒有說ViuTV的做法是錯的 但是如果你用回 2019年 和2020年 對黃店和藍店的標準來講 其實答案 是非常非常非常明顯 根本 本身 就不應該看ViuTV 這個本身就是個答案來的 但是這個答案 會有一點點Exception 我們今天就嘗試去討論 為什麼會有些時候會出現Exception的時候 夠不夠爆裂 第一個 討論和結果 結果 第一個答案就已經夠了 令到很多人都覺得怎麼辦 但是其實也是 不用怎麼想的 早就已經知道 ViuTV不是黃的台 第二個問題 更加就是具爭議性 一個 藝園 他父親是藍絲 那代表什麼呢 先說一下網上的說法 有些說法就說 他父親就被發現原來就有份 就是在這個 紙暴製亂 紙暴製亂 登報紙 要求香港立即 紙暴製亂 簡單來說 他父親就被發現是一個藍絲 網上有很多人就覺得 藍絲不是應該要死全家嗎 根據我的印象 我的印象就記得藍絲死全家這句口號就沒有了 黑警死全家就肯定有 藍絲是不是應該要死全家呢 這個有值得相確的地方 我也可能很久很久很久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有些朋友 是黃得很緊要 黃到金的 其實 但是 他的兒子是警察 當然他有這麼一年多 我再說可能怕被人知道是誰 總之你知道他有家人是警察 他家人也是警察 他也很支持香港人 但是他說喊到這句口號的時候 他自己 喊不出 因為沒有理由就自己死 所以就算是黑警死全家那一句 本身也有一點值得相確的 更加不用說了 藍絲死全家應該 一直都不是香港人那條線來的 因為如果藍絲死全家 有很多直接問題會產生 大家也記得2019年裏面有大量的一些年青人 背著他 藍絲的父母 出來抗爭 他們 有些可能爸爸是藍絲 又或者有些媽媽是藍絲 又或者有些兩個都是藍絲 如果按照 藍絲要死全家的法則 如果你當作是一個法則 我們用法理邏輯去討論 討論原則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藍絲要死全家是一個原則的時候 有大量的年輕抗爭者就要死了 所以你單是從這個荒謬的結論去說 你就已經知道 藍絲死全家 這一句 原則其實應該是 不適用才對 但是 有些情況又會有特例 就是 一個就是媽媽是藍絲 然後 就說兒子不知道有病還是甚麼 叫人家捐個腎還是肝給他 當時 絕大多數人的輿論 就覺得這個是藍絲來的 完全不用幫他 他媽媽就被揭發 就是在 2019年就出了大量的post 就說 那些香港的示威者就是 蟑螂 當時有大量的人就出來 恭喜這個女士 恭喜她的兒子 你現在有事了嗎 等天收了 當時很多人就這樣說 你比較兩件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兩件事 好像真的很矛盾 到底 這個paradox 這個撥論 現在發生了一個 藍絲全家撥論 這個藍絲全家撥論到底 真正兩個案件的分別其實在哪裏呢 答案當然就不是跟你說 這次那個因為是阿Mo嘛 這個就不是答案 這個就叫做特例 因為你們故意優惠 這件事就說不通的 我反而真正覺得這個撥論中間 最大的分別就在於 就是那個藍絲的家人 那個藍絲的家人到底他有沒有自己的取態 換句話說 在那個小朋友的案件裡面 由於他可能真的太小了 也沒有政治立場 那麼 大家就把他附帶了 等於就是他媽媽 所以大家就覺得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就應該捆綁 處理 但是在阿Mo這個案件裡面 就不同了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大人 當他是一個 獨立自主的個體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一個老爸又或者是媽媽的政見 就不能夠跟他的子女 捆綁在一起 換句話說 有些可能 是老爸是黃的 倒轉我就是會有這樣的個案件 他的兒子是警察 所以兩個案件 最大的分別就在於到底 那個家人是不是有獨立自己的另一套看法 如果那個人 是有獨立自己的另一套看法 從來都沒有全盤接受 他爸爸或者他媽媽的所謂政見 那麼這個就沒有理由把他列造敵人 當然我們會同意這個討論是比較尷尬的位置 因為 因為 在那個藍絲媽媽有個兒子叫人求救的情況 那個情況 就是他媽媽出聲就是求救 所以他媽媽的政治立場 就受到嚴重質疑 我們也從 一個軍事的角度也討論過相關的問題 分別就是在這裏 因為他作為一個 雙員或者是 求助者 他說自己是普通市民 現在需要求助 但是他自己的被揭發 原來自己 就是做的事情跟敵人沒有分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跟他家人的福祉 在戰場上 幾乎可以把他列造敵軍 又或者 是對方 的平民 也不一定要 任何時刻 at all cost 就要去幫他 如果你真的問我 我看到兩件事的矛盾中間的位置 能夠解釋到的分歧 最主要是這個部分 你再問我 認為有沒有其他因素呢 我當然是覺得有 其實大家 真的都要想一下 到底自己有沒有偏心的問題 偏心這個世界上 100% 所有人都有 在這個Mirror問題上 其實這個偏心的情況 其實一直都存在 這次這個事件 很大的矛頭 當然也是指向ViuTV 當然ViuTV作為最終的負責人 當然 從這個角度說是要負責 但是 案件 中間 有沒有真的發生了一些事情 是他 控制不了的呢 這個反而是真真正正需要調查的地方 那麼現在的案件 還是繼續 進行中 這節真的說的話是比較複雜 因為本身這個問題也不是 容易處理的 但是當然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就是 既然 兒子的政治立場 跟老爸都不一樣的 說明不一樣的話 為什麼要把他們 被捆綁成為一體呢 但是他們那個政治立場之間的分歧就是一個 事實判斷的問題 換句話說 到底有多少 證據指出 他的兒子 跟他老爸 是兩個完全正結不相同的人呢 這個部分呢 有沒有足夠證據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追得那麼貼 因為始終 看明星這些東西就不是很適合我 其實我沒有怎麼看MIRROR的 好 那就說了那麼久了 給個懶人包啦 大家都是喜歡懶人包啦 其實懶人包只有幾個而已 第一 你問我看不看 應不應該看ViuTV 其實Day1也不應該 因為 ViuTV根本就不是一間黃店 第二件事 老爸的政見是否可以代表我兒子呢 答案當然不是啦 所以 阿Mo的老爸 是不是藍絲 是不是死藍絲 其實根本不重要 只要如果阿Mo能夠力證他自己的立場 跟他不一樣 那已經是圓滿的答案 第三個問題是複雜一點了 他能否證明到 我就不知道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自己 到底在追星的時候 有沒有真的盲追呢 沒有人能夠答你 你自己檢查一下自己有沒有盲追 這節跟大家暫時討論到這裏 我們這個也未完結的這個討論 這個討論可能還會持續一段很長時間 我們只不過把這個階段可以總結到的地方 跟大家說一次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